字幕 WHILE-5 字幕 李宗盛 我們到達下一個單元 3.5 這就是無性生殖和有性生殖 接下來就研究過動物細胞和植物細胞 我再看這個 無性生殖和有性生殖 我先看一個簡單點的文化 有部分的生物 都會選擇用這個方法 作為它的繁殖 過程 而最簡單的就是變形蟲 變成一個單細胞生物 基本上有點像我們剛剛在上一章3.4講的細胞分裂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情況是先將細胞核分開一變二 一變二之後再變成兩個細胞 由於這個細胞已經代表了它的生物 變成一個單細胞生物 所以這個過程中你可以叫它做一個繁殖 由一個生命體變成兩個生命體 如果對於一個多細胞生物 通常我們描述它在這個過程中是一個生長 所以下面是黃色底的部分 它說每個個體都有它的遺傳物質 跟原先那個一致 很明顯因為這個過程中是一個複製的過程 基本上就是一個完全相同的 我看了一個簡單的無性生殖 接下來就是一個有性生殖 這個部分是比較複雜的 如果對於一個初中或者再重溫科學入門的同學 這個部分就比較複雜一點 看看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部分動物都透過有性生殖而繁殖 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就是把不同的生物透過有性生殖 基因得到改良 所以大部分的生物都用這個方法去繁殖 令到下一代更加適應環境 我看一看 基本上它再落落第二點 有性生殖的繁殖 基本上就有性別 性別的符號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先圈圈 一個箭嘴代表男 相對地一個魚圈有一個十字代表女 通常都是分男女或是癡紅 如果我用生物的角度去看 就比較合理 用人的描述就是男女 好,看看 紅性細胞 因為這部分是第三個單元 是針對人類的部分為主 所以我選取的細胞都選擇人類 人類的或者是叫紅性細胞 這個就是癡性細胞 好了,大家都有些印象 或者你以後知識告訴你 人類的紅性細胞就是精子 而癡性細胞就是卵 有些書叫卵子 基本上兩個說法都合理 變成新生命 我們再看看 這個最簡單的概念 我們就看看仔細的部分 3.6 3.6就是人類的生殖 我先看第一個部分 人類的性細胞 第二點 看完性細胞 再深入一點 看看男性和女性的生殖系統 裏面的不同部分 這部分很為複雜 再下 人類的生殖過程 整個過程 新生命的誕生究竟如何 先看A 人類的性細胞 我們都選擇了男性 我們就是一個精子 這幅圖 首先我們先認識一下 這幅圖就是真實情況 放大了1600倍 大家也要有印象 X代表放大率 相對地很小 真實長度多少 就是0.05mm 如果同學 或者聽眾 有記憶 人類的視覺線 或者視力 是有限制性的 一般來說 看到0.1-0.2mm 的物件 或者是物體 所以0.05mm 基本上你看不到 只選出了一條的精子 我肉眼可不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肉眼看不到 在0.05mm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還放大鏡 甚至用顯微鏡 把它放大 當然可以看到 頭部就是這樣 就像科斗一樣 頭部的中間 就是原子核 這個位 再下一個尾 我再看看 原子核 裡面當然有 我們的藍性 或者是紅性 的遺傳物質 相對地的尾部 可以讓它游動 所以一個精子可以動 再去到 男性 再去到女性 女性的性細胞 我們叫做卵 或者叫卵子 這個放大了多少 放大了八百倍 這個很明顯 放大率是少了 很明顯看到 卵子 比精子大 看一看 它是0.1mm 這是人類最大的細胞 這個細胞 可以用肉眼看到 假藥 如果我們抽出一顆卵子 或是一個卵子 放在一個培養器 肉眼看 應該可以看到 一個卵的細胞 其他細胞 肉眼看不到 看看內裡結構 這個細胞比較特別 跟我們剛才認識動物細胞不同 因為每個細胞有特別的功能 和特別的用途 所以它也有少許的差異 它首先有一個 是一層保護膜 當然不用問 當然是保護著卵子 裡面的一層才是細胞膜 就是它外面是多了一層 你可以當作一個枯順 理解 細胞膜裏面有細胞質 大家都猜到中間 比較上灰色的粒是甚麼 細胞質裏面有大量的養分 這個概念有點像 我們雞蛋 我們雞蛋 我們雞蛋有蛋白 有蛋黃 蛋黃就是我們的細胞核 我們的遺傳物質 就在這一點 當然沒有雞蛋那麼大 我們說完這裏 去到B的部分 B的部分會先看男性的生殖系統 我們說完它那個 男性和女性 紅色和黏性的 性細胞 再看生殖系統 我們看一看生殖系統 初時有些同學看這部分 一般的學生 我都補充一點 當然興趣大一點 一認識自己 二同學都會覺得有些尷尬 其實如果你認識自己 我相信都不需要尷尬 因為始終都是你身體的部分 你同學說我女性 都要認識男性 我站在科學角度看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 反過來 反過來是一個男性 他認識女性的生殖系統 都是有這個需要性 事不宜遲 先把這個圖放大了 放大後 看到這個肩膚圖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當然是男性 這是外觀上的特徵 逐個部分看 這個部分圈著的位置 我們叫做高原 有些同學 比較上中文比較好 他們會問 有沒有一撇 其實我都看過一些中文字典 有沒有一撇 都是接受的 反過來 站在科學角度來看 基本上都是同一部分 多了一撇和沒有了一撇 這個地方是怎樣 看一看 這個高原 就是製造精子 製造精子 反過來 亦都給了一個性激素 基本上這個部分很重要 有兩邊 有同學會問 有很多同學問 一邊受損 另一邊會有影響 原則上沒有影響 可以獨立體 假設你說 這邊高原受創 另一邊會不會製造不到精子 或者是性激素 兩邊是角裂的 可以這樣看 即是說 某些意外 導致一邊殘缺了 另一邊 會不會製造成性無能 或者製造不到精子 基本上是不會的 好了 我再看 上面有條管 這個叫書精管 書精管 你製造完的精子 或者是性激素 透過條管 沿著上去 去到哪裏 我再看 所以說 高原製造的精子 透過這個管 去到尿道 尿道就是這個位置 尿道就是這個位置 好 我再下 相對地有兩個位置 這個圈子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一個切面圖 即是我們可以這樣說 想像是 打橫切過去 所以發現 其實還有一些部分 一個叫做性善體 性善體 兩個位置 都是製造性激素 以及產生另一件事 含有精子所需的養分 即是我們俗語說精液 剛才也說了 英子基本上是一個性細胞 性細胞裏面 如果我們發現 它能夠存活在一些養分裏面 那個養分就是我們的精液 好 我再看 這條叫尿道 這個尿道當然有一個功能 當然是排尿 同時還有另一個功能 相對我們這個 就是將這個精液 剛才說了 我們那個性善體裏面 就會含有我們的精子 精子裏面有精液 這裏就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排尿 我們可以透過尿道去排出 反過來 我們精液的排出 都是透過尿道 同時 都是透過這個器官裏面排出 當然不能同步 有同步 有排尿 有射精 當然兩個過程分開 好 看了內裏的 就要看外觀的 外觀的就是陰莖 我這裏 大家都有留意 我有個號碼在這裏 稍後會詳細再說 這個部分 有什麼好詳細說 到時再說給大家聽 這個陰莖 作用就是這樣的 當然可以在性交的時候 將精液輸入女性或癡性的生殖系統裏面 這裏就是補充的 之前我們所說的不同部分 不論是我們的陰莖 我們的高軟 書精管 或者尿道等等都會統稱男性的生殖器官 這個部分是沒有說的 一般來說 在我們的初中教科書 都將這個部分 不提 有些學生都問我 究竟這器官是什麼 有時我們在我們的教科書裏面都有印度 但又沒有詳細說 這個就是我們膀胱 剛才說了 我們的尿道可以將我們的精液和尿排出 這個就緊接著那個尿道 這個就是膀胱 膀胱不屬於我們的生殖系統 請大家注意 這裏很明顯 我也順帶提 暫作我們科學的認知 它是你儲存我們的尿液 當然 膀胱一般來說 成年人就是300-500 300-500ml 你可以想像是一包375的飲品 一包375的飲品 裝的數量都不少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膀胱受損 或者你濫藥 經常聽的 吃K仔 膀胱受損的儲存量就會低了很多 這裏我不詳細提了 我們回到文件檔 我們剛才也說了 告訴你男性的生殖器官的陰莖部分 為什麼我會詳細提一提 因為有不少的同學問我 以往教開這個部分 他說 究竟這個器官 跟我們經常說的太監 究竟有什麼關聯 其實這個站在歷史的研究 其實也有很多資料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提一些 一般來說 太監的 閹割的時候 會割了哪個部分 當然會割了陰莖 但是不說也不知道 通常割陰莖 就不單止割陰莖 這裡就提起來了 他連割的陰莊 即高遠的整個部分 都移除了 我就打得很少文字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內容都比較上 叫做 歷史性高一點的層面 二來都比較上 我覺得 都 不是幾不安的 一般人看了 要詳細看整個 太監的閹割的過程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了 原來他除了是 將那個陰莖移除 還將那個陰莊都脫走了 一般來說 那麼古時點消毒呢 就是用都提一點點 我打了在這裡 用高溫 用辣椒水 將這些工具洗乾淨 當然包括我們做手術的部分 那工具就是這樣的 當然是實物來的 一旦放了都一段歷史 大家知道的 起碼都追溯到清朝 才會有太監 如果我就發現這些工具 都是好像黏刀 小把的 將那個陰莊 和陰莖一起移除了 好了 我們又回去看高影片 好了 我們又看B部分 人類的生殖系統 去到女性 剛才說了男性 女性 一樣用切面圖 打滑切開 這樣看 那個部分就會見到這樣 好 好了 做個部分認識 相對地 男性就高遠 這裡就是個卵巢 卵巢 卵巢同樣地 有點相對近 兩邊男性 或者女性比較 紅性和痴性比較 容易一些記 製造精子 這裡不是製造精子 當然女性的卵巢是製造卵 還有這製造成性激素 反過來 男性就有書精管 女性有書卵管 書卵管 當然就是把卵巢傳送到子宮 那子宮哪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醫祖的肌肉 那些人就要統稱子宮 我回到最後看一點 再去到子宮的部分 書卵管基本上就是把卵巢圓著 俗語有說 書卵管用豬就叫做生腸 大家不知道吃過沒有 有時候去到老美那些地方 要生腸 生腸就是這個部分 好 那就是提我的話 回來看子宮的部分 子宮的部分 就是一組的肌肉 這就是最主要用途 就是懷孕期間 容許杯胎在裏面發育 這個字我先看一提 杯胎 因為有時候胎兒、杯胎等等 這些字眼對大家來說都是模糊 我稍後會逐點再提 好了 我看完子宮的功能 看一看 下面那裏就是陰道 陰道 陰道有什麼功能呢 再看 剛才也說過了 我們有陰境 陰道就是反過來 就是性交的時候 容許陰境進入 如果是嬰兒 在出生過程中 可以稱為橙度 也是透過陰道去出生 好了 再看 剛才也說過了 在分辨的時候 嬰兒離開母體 那時候 就是透過橙度 所以陰道另一個角度看 可以稱為橙度 這裏我會提多一點 留意一個字眼 剛才在子宮裏面 就叫做胚胎 如果我們在分辨的時候 出來的嬰兒 就用嬰兒 後面我會再提 因為這些字眼都比較準確一點 因為胚胎又不同嬰兒 你看看